这是一个令人泪奔的画面 一位妈妈用虚拟技术与过失的女儿见面 在虚拟世界中 死去的女儿不断地呼喊着妈妈 她的呼唤彻底打破母亲压抑已久的情绪 母亲泪如雨下 她想伸手去抚摸女儿 可下一秒 她却什么都没抓住 这位母亲是一位抑郁症患者 三年前 她的女儿因为白血病离开了人世 在女儿离世后 她一直陷于自责中 觉得是自己没有及时发现 才导致女儿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也许是因为太过于思念 母亲在见到任何事物时 都会想起女儿 甚至是看到天上的云朵 都会认为这是女儿在上面睡觉的样子 无法释怀的内心 让这位母亲活得越来越痛苦 在生活中 她的笑容看起来是那么的苦涩 为了能让这位母亲从阴霾中走出来 韩国一个电视制作团队 用18个月 用虚拟影像设计了一场 久别重逢 在幻境中 母亲终于见到了惺惺挂念的女儿 在这一刻 她再也绷不住了 女儿告诉母亲 她说她很冷 想让母亲跟她一起去天上 母女俩手牵着手 缓缓升到了天空 这里是女儿在天堂居住的地方 在这里 她有着自己的卧室 还有一只可爱的独角兽 陪伴着她 在满是星星的天上 母亲陪着女儿 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 桌子上摆放的食物 都是女儿生前最爱吃的 插上蜡烛 拍照留恋 唱着生日歌 做完这一切 来到了许愿环节 女儿的愿望很简单 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哭了 她想让爸爸戒烟 想让哥哥姐姐 不要老是吵架 想让妈妈不要再为她伤心 说完 女儿拿出了一朵花 安慰母亲 希望母亲能够好好生活 不要再为她而哭泣 短暂的相处后 分别的时刻还是来了 在母亲的注视下 女儿变成了一只蝴蝶 永远地离开了这里 摘下威尔眼镜 母亲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复 但有了这样的一场告别 她心灵上的创伤 或许能够被修复 往后余生的日子里 也许就能活得不那么累 这是韩国一部感人纪录片 遇见你 喜欢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我是老帅 我们下期再见